我们谈到这个理财的时候 特别是华人朋友 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投资房地产 今天我最主要的是想要比较一下 房地产和人寿保险 这两种方式到底是做哪一种 我们先看一下房地产的优势 房地产是抗通膨的最佳工具之一 房地产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基本上是能够做到平稳的成长的 除了这个以外 房地产也是做一个财富传承的最佳工具之一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你在做投资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叫做1031exchange 也就是当你做了房地产的投资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些capital gain 你赚了钱 但是如果你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时间以内在做相等或者更大的投资 你这个赚来的钱 你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了 一代一代的1031这样子做下去的话 最终有一天可能这个capital gain 最后你没有付 因为人去世的时候最后那个成本有个变高 有个step up 也就是说当初买来的成本 在人去世的时候是以当时去世的时候的市场价格来计算这个成本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就解决了很多你的资本利得税的问题 再来看一下人寿保险 其实人寿保险呢也是一样 在税务规划方面 他的这个赔付是没有遗产税没有资本利得税 那重新金价值拿出来的钱不用交这个所得税 当然这是采取借的方式 同时呢有没有遗产税呢 这就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 我们刚才谈到买房子 很多情况下你可能买房子的时候是有这个mortgage的贷款的 那如果一不小心在房子还没付清的时候人就过世了 那么剩下的mortgage呢就没有人接到来付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有一份人寿保险 那人去世的时候刚好可以用人寿保险来支付这个mortgage 我们叫做mortgage protection 所以人寿保险和房子呢的投资可以同时进行 第二个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房地产最后你1031一直做下去的话 虽然可能可以解决一些其他的资本利的税的问题 但是遗产税的问题可能会产生 那这个时候呢人寿保险呢和这个不可更改不可撤销的 人寿保险信托一起去结合使用 解决你的这个死亡赔付是不用交遗产税的 那么这个时候人寿保险就可以帮助这个家庭来解决遗产税的问题 嗯 嗯